大家好 今天是7月7日 星期三 市跌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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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事实上这个浪的跌市起步点是6月28日的高位 29,394 从那一刻跌到今天来说 以日子计的市连跌7天 累积的跌幅也绝对不小 看看今天的市市 早市先低开295点到27,777点 直到下午这一分钟 今天最高的指数暂时来说是27,928 最低那一刻是27,703点 即是市暂时来说 技术上已经是正式下市 甚至会一度跌破了 5月14日的低位 27,715点 另一个防守性据点 就是3月25日的低位 27,505 这就是关键 因为整个市就由今年2月18日的高位 31,183跌下来 最低最低暂时来说就是27,505 即是这个关键一旦有失 代表大市出现了中期 一步一步向下稳调整低位的形态 对后市来说 似乎是不利 7月份的市只过了4个交易天 暂时来说是由2号28,859跌 到7号今早的低位27,703点 1,156点波幅 不算小 但外于指数已经跌穿了所有平均移动线 除于250天线之外 技术上仍然还是大员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